一分鐘閱讀 主持 李怡 製作 張遠君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歡自我定義的民族 尤其是明治維新以來長達一百年 日本有無數的書本論述 探討日本人的自我意識 在日本自我追尋的漫長一百年當中 大部分的論述 又或者日本人的自我意識 都是透過西方人來對照自己 找尋自己 日本人一直尋求叫做脫亞入歐 即是要擺脫亞洲人的角色 尋找向西方人模仿 似乎只有西方人比日本人更高級 更上層 更值得模仿 而亞洲人在日本人眼中幾乎是不存在的 儘管日本承認中文化和文明對他們影響深遠 但種種有關日本人自我定義的書 都流露日本人多麼渴望擺脫中國的束縛 《日本人論》是一本嘗試客觀整理 這一百年來日本人怎樣去看日本人的專書 內容是介紹一百年來在不同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之下 發展出來的對日本的文化、社會、國民性特徵的種種論述 八年來角色那樣的日本人論專書專注得很多 而最新中譯出版的這本《日本人論》 就可以說是涵蓋層面最廣的《習大成》之作 他網羅了從明治為新到一九九零年代初期近八本的論傳 可以說沒有其他書籍能夠提供那麼豐富的資訊 作者叫做南博 是二次賴戰後將美國社會心理學引介到日本的重要學者 他特別關注從社會歷史、文化生活、意識形態等脈絡去探索文化和人格的關係 相比之下似乎中國人對於中國人的文化和人格的探索就無疑太少了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我忘記了他的中文譯名叫什麼 只記得他的英文譯名叫Avikenings 這是根據一本英文原著改編的電影 原著已經有中譯本叫做睡人 睡人說的是長眠病患者的故事 這種的特殊患者都是在一九二零年代 離患一種流行性的睡眠疾病 一覺就睡四十年 直到六十年代末服飾一種奇妙的藥 叫做佐多巴才奇蹟醒過來 但是幾個月之後他們又長眠不起 這本書是一位英國臨床神經科名醫奧立佛薩克斯 在一九七四年的著作 書裏面介紹一共有二十個人 從幾十年熟睡當中蘇醒的故事 都是有名有性的真人真事 睡人這本書不但被譽為醫學寫作的經典 而且也是極具文學性的科普讀物 作者用生動的不足交代患者的背景身世 描述他們沉睡和蘇醒之間的悲喜 長年格勢之後 重返人間所出現的奇異言行 以及他們和現世已經不相同的 和人的溝通方式 其中也穿插這位神經醫學研究者的觀察思考 很多文學評論家都稱讚這本書 揚日人性的光輝 讓我們意識到生命的奸險 認為是不同凡響的傑作 薩克斯在一九三三年出生在英國 在牛津大學拿到醫學學位之後移居美國 現在是紐約市 海恩斯坦學院臨床神經科教授 碎人之後他又寫了好幾本書 都是將人文的書情和關懷 融入了細膩的科學觀察作品 兩年前 薩克斯出版了他的少年時的回憶錄 《烏絲扣扣》也封衡一時 首牽手做個讀書人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烏絲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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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以他少年時涉獵化學、知識的投資之旅。 薩克斯出身於英國一個猶太的世家。 父母都是專業醫生。 薩克斯的童年正值戰前的歐洲, 戰魂密布,社會不安。 但他受惠於猶太人崇尚知識的傳統。 在陽日住,科技氣氛的家庭環境之中長大。 他舅舅大衛,就是負責一個生產燈泡的烏絲工廠。 是一個實業家,但亦都精熟科技的知識和研發。 薩克斯的童年就是在烏絲扣扣的工廠啟蒙, 浸淫在各種金屬和礦石結晶的樂趣之中。 少年薩克斯飽覽十九世紀的《化學名著》。 一部十九世紀中業出版的《遊戲化學》 是他動手玩化學的入門書。 他家後院的洗衣房,成了他經歷的化學冒險的聖壇。 他父母不僅親自教他化學知識, 更放手讓他在實驗室當中為所欲為。 當他母親看見洗衣房當中火光衝天的時候, 薩克斯就有了自己的通風實驗櫃。 有一次薩克斯買了一公斤半的鈉金屬, 找一班死黨到了湖邊,從橋上把鈉扔進湖當中, 興奮地看著激烈燃燒的鈉帶著金黃色的火焰, 在湖當中旁奔飛船。 薩克斯聚述他少年時候, 親手操作的種種化學實驗, 機學的閱讀配合與實驗進行, 還有眾長輩的解惑, 使他獲得絕佳的基礎科學教育。 這本書的另一半, 就是透露他人民思想的一面。 身為猶太人, 他對父母的信仰和猶太復國運動, 有他自己的見解, 不時流露出自由和人道的空懷。 這本書最近出版了《中譯本》。 首牽手做個讀書人。 1分鐘閱讀主持李怡, 製作張苑均。 去年能自磨卫諾貝爾學院 及奧斯陸的挪威讀書會 公佈 54國100位作家 選出的所有時代最佳白寶書席。 這份白大書單是主辦機構向他們選出一百位作家發出文卷,由每位作家選出心目中十部世界文學最佳最核心的作品。 羅威讀書會根據作家提出的書單選出白大,參與提出書目的作家,有幾位都是諾貝爾文學的得主,也有名簇一時的作家。至於中國,參與提供書目的就只有私人北島。 其實文學作品的高俠,就很難用投票方式來選出來,因為文學的趣味、含意、境界各有不同,而各國文學又跟他們本地的語言、文化不可分割,所以諾貝爾文學獎也不是選出某一年最好的作家,而只是諾獎評選委員會認為最值得受獎的作家。 因為文學的高俠,很難有定論,所以羅威讀書會選出的白大,也難免引起爭論。智利作家阿賢德就抵制這項活動,因為他反對這種憑個人的愛好而提出來向全球推薦的手段。 德國作家就關心有哪些德語作品上榜。英國知識界就不滿意,迪更斯只有一部小說被列明。 至於中國,就只有魯迅的《狂人日記》及其他短篇入選。從中國人的角度難免使人覺得輪選者對中國文學太缺乏了解。 講所有時代的中國文學,怎能不提《紅樓夢》、《西遊記》、不提《李伯道虎》的詩呢? 所以,這份《白大書單》不應該稱作《所有時代最佳百部書籍》,而應該稱作《西方作家眼中的百部文學經典》。 首牽手做個讀書人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諾貝爾學院及挪威讀書會選出《所有時代最佳百部書籍》。 在一百位作家所輪選的作品當中,最多人推薦並且居首位的是西班牙十六世紀作家蔡曼提斯的小說《唐吉柯德》。 《唐吉柯德》的確是一部最具經典價值的傑作,這一部作品一旦確定了蔡曼提斯成為西班牙文學之父,而且全球一共有六十多種英文,聽說是除了《聖經》之外,被最多語文翻譯的書。 《唐吉柯德》的內容,是寫西方騎士時代,已經早已終結之後,一位外體騎士小說的人,他叫做阿朗索·斐雅洛的老紳士。 他一直幻想自己是遊合騎士,他騎著一匹的繡馬,套了一副破盔甲,自己取了名叫唐吉柯德,而且開始四處冒險,說是要發揚騎士精神。 他的舉動瘋狂,無論去到哪裡都被人嘲笑他是個傻瓜。 他非但不在乎,還找了一個老實農民桑科,做他的跟班,陪他精戰四方。 他將風車當成巨人來跟他搏鬥,又將羊群想像成為軍隊,跟他們對抗。 他為了一個美人的明星而戰,但實際上這個美人只是現實當中奇茅不揚的妓女。 他帶有明知不可為而為的挫敗英雄主義個性。 他看起來瘋瘋癲癲癲,但他的表現就講明了偉大和可笑,真是只差一步。 難道一個為理想而不惜犧牲地作戰的老人不是很偉大嗎? 難道病態的社會不是比唐吉柯德更瘋狂、更蠢、更荒唐嗎? 這確實是物流史上最懈趣又最悲慌的冒險護士。 首牽手做個讀書人。 如果在這間有的地方,他會把握家走? 那種火界真是最悲慌的。 那種火と思います。 我覺得,這才能做到很好的外表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